這兩天出門是否都覺得天氣灰蒙蒙 根據環境部資料顯示 靜良日受環境風場偏東風 加上西半部擴散條件較差 中部空瓶達橘色提醒 讓整個台中市區有如霧都 為此市府也立即啟動應變措施 那個天空有點霧霧的 然後整個都比較暗 比較暗比較黑 盡量在教室就不要出去 對 黑黑的 就很多霧 空霧鼻子很差 然後呼吸到有點堵塞堵塞的感覺 空氣不太好 一大早的時候 其實出門就已經看到了 對 然後這很明顯啊 至於什麼原因不太清楚 市長表示 秋冬季節是台中的空污季 這幾日空氣品質的確較差 但台中市今年1至9月空瓶指標 在市政府與市民的共同努力之下 空氣品質都有達標 也強調台中現在有碳排最高的 全世界最大火力發電廠 呼籲中央電網要分散 不應都集中在台中 現在中國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 這個火力發電廠 而且它的碳排放量 也是全世界在這個所有電廠裡面最高的 那所以如果一部中國還要變成兩部中國的話 我覺得對中部人來講太不公平 太不公平 那也因此呢我們要拜託中央 能源要分散不光是空污的問題 更重要能源要分散 對國家安全才好 另外環保局也針對十大固定污染源 通知進行降載減排 智慧監控科技執法及派員執行機查 後續將是空品變化情形 適時調整應變措施 記者楊仲環台中採訪報導